早晨早晨 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4月20号 礼拜二 早上的第一节 有两单消息 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在昨天 卫生署就证实了 再有多一宗 曾经接种疫苗的死亡个案 事主就是一名54岁的男人 在今个月2号的时候 曾经是打了 第一剂的科兴疫苗 第二单消息 就是胡锡进 早两天在微博上发了一条贴文 他宣称 有人能够帮他搞到辉瑞疫苗 令到不少网民质疑 为什么一般人只能够打国产疫苗 但是胡锡进就有特殊的途径 可以打到外国生产的疫苗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就先去看看 那单曾经接种疫苗的死亡个案 到底的详细情况是怎样的 卫生署在回复媒体查询的时候就说 在礼拜日就接获了医院局 报告一宗曾经接种疫苗的死亡个案 涉及到一名54岁的男人 医院局就说 这一名事主是吸烟人士来的 在今个月2号 即是过身之前的16日 曾经去到沙田园和路体育馆的疫苗接种中心 打了第一针的科兴疫苗 在打针之后 逗留在中心观察期间 就并没有任何不息的记录 而这名事主 在几日之前就开始出现头云的情况 去到18号的凌晨 就被发现到在床上边不省人事 送往急证室之后 心跳就停止 抢救无效就不治了 卫生署就说 暂时未有临床证据显示 这名事主的死因是由疫苗引起的 医管局就已经向死因裁判官 情报了有关的个案 卫生署也都会按照机制 将个案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 评估专家委员会 进行因果关系的评估 按照目前已知的讯息就显示 香港累计有17宗曾经接种疫苗的死亡个案 当中15人打了科兴疫苗 两宗是復必泰 据报道所说 昨天的个案 这名事主 其实是没有长期病患记录的 但是医管局就杀有介事地说到 说他是吸烟人士 其实特意说出这个信息的目的是什么呢 既然他人都走了的时候 交由专家委员会来做因果关系评估 反正去到最尾 也有一班专家来做把关的 不需要杀有介事地说他吸烟 其实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人他本身也是没有三高的 又不是肥胖的 你特意说他是吸烟人士 其实是想暗示什么呢 在历史上 有不少人喜欢吸烟 烟不离手的 都很长命的 比如说伟大的毛主席 邓小平 这些全部都是喜欢吸烟的 人家又这么长命 就算说香港 也有很多喜欢吸烟的人 八九十岁才走 这个喜欢吸烟又怎么样 你特意写他喜欢吸烟 其实是为了什么呢 他又不是肥胖又没有三高 吸烟的人士都可以去打疫苗 对不对 你没有反对吸烟的人去打疫苗 没有这个指引 那个人生殴殴的时候 你也不会很说他去吃烟 好了,得到走了以后 医馆局就公布这一项资讯 其实就会令到人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信息 因为就算你说那个人的年龄 性别 甚至乎他可能有三高 或者有慢性疾病 市民也理解 为什么你会公布那些资讯 但是说他吃烟 那他吃烟是怎么才行的 他吃烟得罪你吗 我不是烟民 但是我看到医馆局有这样的回复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提供这项资讯 是不是想暗示给市民听 吃烟是会导致一定的死亡风险呢 如果是的,你就坦白地说出来 又不见他有说这一句 其实他写出来为什么呢? 拼什么呢? 接着我们又看看 另一宗消息 在今个月4日 由印度新德里底港的 UK6395号航班 出现了疫情的大爆发 至今累计是有47人确诊了 卫生署在18号前日 宣布了要透过熔断机制 从今天的零时零分开始 禁止所有来自印度 巴基斯坦 和菲律宾的民航客机 着陆香港14天 那个熔断机制就是说 如果同一班客机底港的时候 有三名或者以上的乘客确诊 或者同一航空公司 从同一地点底港的两班机上 各有两名或以上的乘客确诊 卫生署可以引用个别航班的熔断机制 禁止有关客机着落香港14天 事实上 林郑经常说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在去年12月 英国疫情爆发得最厉害时 特区政府很有效率地 果断地停止了英国抵港的客机航班 一停就停止到现在 要去到迟些才会再恢复 没有说你那件事做得有问题的 但是你面对着其他国家的时候 有没有采取同一个标准呢 明知道印度的航班有这么多人确诊 到今天才说熔断 早点可以吗 你要外防输入嘛 现在有47个确诊那么多 段估不是昨天才全部确诊的 陆续会有人确诊的嘛 当你去到第三个的时候 你就好马上启动这个熔断机制 为什么会有效率这么慢呢 何柏良医生一早都叫了 说要搞这个熔断 暂停某几个国家的航班来港 那就慢三拍 接下来我们又看看另一宗消息 就是屯门有爱邨的爱辉楼 昨天再有住户需要撤离 有一名住户就说 他曾经已经打了两针的科兴疫苗 也已经是相隔了14天的时间 已经达到了产生保护力的期限 他就反问 为什么打了疫苗都要撤离呢 实际上他就没有听许树昌教授所说 打疫苗就不代表他不会中招的 搞错了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概念 就是以为打了疫苗就永不中招了 可以免疫了 没有说过的 许树昌教授的说法是什么呢 他说打了疫苗之后 当你再中招 病征就会减轻很多 这个就是他的说法 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回 无论在香港也好 或者是外国也好 也不论他说是打科兴疫苗 国产疫苗 或是外国的疫苗 事实上是曾经有不少人打完两针之后 仍然中招的 外国也有的 外国人打外国疫苗 也有这些例子的 真的 打完之后 可能有些人如果他是轻症的 或者他的病征是很轻微的 他不去验就不知道 就当没有了 但问题是 其实那些人也会有传染性的 所以没有说打完疫苗之后 就永远免疫这件事的 我开始也以为 打完疫苗之后 就不会中招了 原来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好了 就说回这个情况 卫生署就说安排一些人去所谓撤离 撤离就说得好听一点而已 根本就是找这些人去隔离中心 强制检疫一段时间 不知检疫多久了 因为现在的报导 又不交代究竟他撤离去哪里 又不交代他去撤离的地点在哪里 撤离的期限又多长 一味美化了这件事 撤离呢 你叫他在家里撿包袱走人 就是叫他去那个 检疫中心那里 就说清楚了 我告诉大家 事实上这些这样的 检疫大龙凤 这些具有香港特色的 所谓检疫的措施 全世界我真的看不到 另一个地方会这样用 就是说叫那些人 凡他住那里 当局认为是高危的话 就叫他去强检 不知几天 我真的看不到 有任何一个外国 是会做这些措施了 比如说英国那样 英国就直接 你确诊 他都不会帮你送丸 轻症那些 你就在家里慢慢吃药 医好病征好就行了 重症才进院而已 所以我也不明白的 就是 我一看这些报导 如果下面有个留言板 总是有几件 就说很害怕 到底害怕什么呢 结束了 整件事都差不多要 害怕怕什么 我认为这些措施很扰民 有什么谓 外国也不会有这些措施了 你不能够把它当作 像防沙市那样 做同一个措施 我认为是没必要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胡锡进 到底他为什么要删除了一条铁文 那条铁文就这样说 在接种疫苗之前 有人表示能够帮我搞到辉瑞的接种 我就说算了 是不是真的好像辉瑞自己说的这么有用 都不知道 万一我不幸运 赶上了有报导所说的小比例面坦 那怎么办呢 我的臉这么盡 英俊的盡 哈哈 保险起见 还是要打国药了 这就是胡锡进那条铁文 他一来就可能是认威 自己有一个方法可以打到辉瑞 第二 他其实是想借这条铁文出来刷鞋 他有辉瑞也不打 也要打国药 但是 他很差不差就爆了响口 为什么他会有一个途径可以打到辉瑞呢 然后就被很多大陆网民留言质疑他这件事了 因为一般人现在只能够打国产的疫苗而已 当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打了 很多人都不打 但是你为什么有这个特权可以打到辉瑞呢 很多人就质疑胡锡进这件事了 现在呢 胡锡进这条铁文 就被人截图 周围传了 就是拿来搞的 这些就叫做低级和高级黑 哈哈哈 哈哈哈 本身他是想拆鞋的 谁知道就落错鞋油 很多那些的 网民都很轰动 有人就说 胡锡进能够搞到辉瑞疫苗 但是为了臉 高风亮节就转打国药 有人就说 他一直都以为老虎已经是面谈 哈哈哈 这个也挺好笑的 还有就是说 哈哈哈 这个有很多赞好 他说老虎这样也叫做尽 敢问如何定义丑 哈哈哈 这些网民真的很有创意 我觉得那些留言 这些很多赞好 不是说只有几个人赞好 就知道很受欢迎 这些留言是不是 我也觉得说得挺好 老虎 他自称说自己是英俊 因为很多网民都不赞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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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好笑 分享给大家听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